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有一位中国的著名作家 都说汪伦先生 浑身上下都是故事 因为他的家族 因为他个人经历了这个时间段 我在过去的这些节目中间 大家已经看到了 但是那只是汪先生故事的一部分而已 今天我们继续讲到汪先生像写张辉小说一样的 上一次写到他的姨母 是吧 是姨母 对不对 姨母 对 那么一直在澳门 等着他有一天能够去相聚 但是左等右等 等了好几年以后 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家中有事情 所以就去了葡萄牙 但是他去了葡萄牙之前 他委托了他的一位朋友 万一呢 他小侄子吧 应该叫小侄子过来 还是叫什么 葡萄牙过来 反正就是晚辈过来 要办法他们照顾一下 他们也答应了 而汪先生呢 非常成功的 虽然是有很多精神的细节 但是他最近还是顺利的登上了这个澳门 澳门当时他听到的第一个声音是麻将的声音 做麻将的声音 然后他后来用几十块钱的港币 结果换了一堆 五块钱 五块钱港币 五块钱港币 居然换出了几十块钱的澳币出来 没有 换了两个大苹果 还还回了我九块二毛 我不知道这个港币对澳币的汇率是怎么样的 我就把它收下来了 变成我手上只有五块钱 结果就变成了还有九块二毛 那钱还变多了已经 对 这个病毒了 如果当时汪先生知道这个正确的病 对方利的话我不知道他心里面会有做一份怎么样的挣扎 是把这个钱还给那个水果摊的老板 还是把这个钱赶紧捞起来 因为对于他来讲 当时他最需要的就是钱 因为他完全不知道 澳门他的下一步 他的人生将会怎么展开 虽然他很小很小的时候在澳门也生活过 而汪家可能澳门有另外一个传奇的故事 而且不止一个 好几个 好几条线索 那么那个时候呢 他遇到了一位 灯自行车的人 对吧 三轮车还是自行车 载客人的 他在自行车载客人 没有想到汪先生那个讲书的那个本领 在那个时候就发挥出来了 跟别人一套 套向的是老乡 老乡就老乡 这个时候还真帮了忙 而且这个帮忙其实呢 只是把他带到那么一个 他一亩寄托的人的家 原本的家 后来就是一个裁缝 但是这个里面我能够感受到汪先生这个人的为人 为什么呢 他在节目中间其中跟我讲过 他跟这个 这个宋客人的这个 这么一个老乡啊 以前后来还经过命 后来还吃过饭 后来师父还成为了朋友 对 成了朋友 像马姓马的马先生 马先生在中山的跟我家住的 隔的不远 原来他家的跟我隔不远 拐一个弯 就是 反正是同一个区里面呢 就很近的 两条路很近 其实当时的中山县的县城也是很小 这个很小的一个人口都不到十万 大约八九万左右 而且呢 在当时呢 佛山的这个专区啊 也准备在时期啊 这个中山的县城 一旦达到了十万人口 就把他那个镇变成了一个市 所以也派了一个 这个这个党委书记啊 到那个镇上面呢 来做就做好这个做 由镇变成市的这个准备 这个这个一个脚有点不太方便的一个转业军人吧 所以就就他到了中山就主管这些地方 这个虽然说是党的干部 但是对我也是很喜欢我的 也是很喜欢我的 还有一个中山县 本上就有一个副县党 也是从佛山的一中调到来时期 现在叫中山了 第一中学 就是我妈妈教书的 也是我就毕业的那种母校 做这个党的支部书记 做了几年 带了一个一个出来了以后呢 就看中了一个 从大学里面调过来的 一个新的姓沈的这个党支部书记 在最初呢是管这个青年团的 后来这个梁县长呢 就把他提升了 提升了因为梁县长呢 要从学校的校长呢 要提升到县里面 就抓这个文化教育宣传 这一部分的这个党委书记 这一部分的党委书记 所以变成了就把这个姓沈的 就提拔了上去 做这个学校的党支部书记 从这以后呢 就是我就在这六年时间里面 受尽他的压迫 受尽他的迫害 受尽了他的歧视 甚至到呢 就是我初中毕业的以后 还不准备让我练高中 但是刚好那年呢 1958年呢 就是大跃性 招生的比例呢 高到了105了 变成了就是反正是全部的中学 初中毕业生 你全部招上去 还没有满名额 所以有几个同学呢 也是从工作的单位呢 就把他调来呢 就让他们继续高中部分的学习的 但是初中毕业很多学生呢 就看见的时候 大跃性嘛 就需要了很多的 很多这个工厂啊 这个手工业啊 这些都需要人的 所以这些同学呢 往往就初中毕业了以后呢 出去工作了 比如说我是住在学校的宿舍 十个人 一个宿舍 一个房子 只有我一个人 就继续升上高中 因为他就不想为我 不想让我去念高中嘛 但是你这个名额多出来了 就勉强 也就给我多念了三年的高中了 是这样子 结果还是大学里面 还是你已经羞辱过我 网络你要考大学 如果我告诉你 你是不能考得上的 那既然是这样子没礼貌 你对我没有礼貌 我也对你这很没礼貌 那我这我不考了 我免得被你羞辱嘛 我这个人的脾气就是这样 您经常在人生中间讲到这些 这些为人 有人很善良 有人很恶毒 那么我相信我们的观众 相信我们每一个人 不管你是出生在富贵家庭 权贵家庭 还是出生在普通家庭 你的人生中间都会遇到这样的人 那么对我来讲 我现在都没有想明白 就是人的恶毒是从哪里来的 我不知道您在这方面 在人生中间您是怎么想到这个问题 有时候我会碰到一些人他很恶劣地对待你 你甚至连任何功利性的矛盾都没有 甚至没有见过面 甚至没有什么利益冲突 尤其现在在妇女网上 很多人都没见过面 谈不上有什么冲突 但是他就会留下很恶毒的女人 去伤害某某人 这种情况您是怎么去思考这些事情的 我是这样子想的 任何的一个民族的人 他里面都有好人也有坏人 为什么 人是有类人缘进化 过来的 所以当时我在跟这些教徒 基督教的教徒 牧师 我也跟他们打交道 偶然我也看看圣经 圣经出来看一看 比如说好有趣的 我就看一看作为一个神的故事 还有另外一个 我觉得这个神学 是带有一点哲学的道理在里面的 所以我有时间我也拿出来看一看 所以我就跟这个牧师 他交流的时候 我也谈到了我这个想法 我说神或者说你说上帝 造人造了人出来 那我相信 但是你说这个进化论 那我也相信 别人就问了 他说你是不是这个很矛盾呢 我的解释就是这样子 因为上帝或者是神做人的时候 不是做成我们今天直律行走的 可以去思想很多复杂的问题的 可以去双手去劳动的 他不是这样的人 最初好像其他的兽类四肢脚 在地上走 他慢慢慢慢呢 就是从进化了 所以进化成今天的人了 所以这个我说这个不矛盾 那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说这个不矛盾 但是你说正因为人 是从兽进化进来的 所以既包含了有人性 也包含了有兽性 这些恶毒的 这些人的心态呢 与生俱来 但是问题就是人受了教育 受到了各方面的客观的影响 还有自己的想法 跟自己原本的人性 发挥了出来了 那兽性呢就不见了 但是很简单的 比如说你说人之初 性本善 我认为人之初啊 也有性本恶的一方面 比如说一个小孩 他肚子饿了 一个婴孩饿了 你不给他吃 他会吵 他会闹 他还会抢着去吃 这就是本世 与生俱来的一种受敬 但是他后来的教育 思想的文化程度提高了 对好的事和坏的事 有了一个分辨的能力了 就变成这个时候呢 就有了一个人性的表现 比如说历史上面的恐龙啊 让离啊这些 就是这后天接受了这个教育 提高了思想 做出了这个让离这个动作 但是你说他当时想不想跟他的哥哥啊 他们要争呢 很有可能也会想啊 但是哥哥比他大 你争也争不过来 这个就有一个客观跟主观 这方面怎么样就处理了 但是人性的灭灭 受性就出来了 最简单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你就把中国人民本来善良的 一种这样的一个人性 完全呢就给盖过来了 因为呢为什么呢 你就受到了这个阶级分析 阶级斗争 在西方世界里面 这个老板资本家跟工人 当然美国就没有所谓是农场的 场主啊 就是收奴隶啊这样的 这些时代已经过去了 也没有农民啊 其实在美国我觉得就是 都是农业工人 没有农云啊 当然你比如说你 一些工厂 或者是一个什么的公司 他们也有这个工会的存在 也有工会的存在 这本来是一个进步的东西 很进步的 替这个打工仔啊 争取一些利益啊 但是问题呢 就是时间长久下来了以后 但是工会的性质就变了 变了性质了 你比如说公共的交通工区 纽约 那就我就不大清楚了 你比如说在旧金山湾区 它有地铁 那地铁的时候 它就有工会 那旧金山的情况 每逢这个地铁 经过的这些城市 它的购物税 都比别的地方 高了百分之零点 零点零二五 好像是零点零二五 好像零点零二五吧 这高了一点点的出来 这个购物税 这就补贴 这个地下铁路 这个亏损 但是你工人一罢工了 那个管理的会 刚才讨论不过来了 又涨价了 说实在的 你从我的这个购物税里面 也多了一点点出来 换而言之 每一个乘客 都是你的老板 你就不能够 从这些老板的身上 再要涨价了 这个很明显的 但是你工会的势力 这么大的时候 就变成我觉得 又走到了另外 一个一个偏方 所以有些朋友 曾经在工会里面 做过工作的朋友 就跟我提到 他说工会的主席 讲到头来 就是烂载头 就是烂载头 他可以指挥你去做任何的事情 你就 他拿着一百几十万的工资在那边 他叫你去罢工 你就要去罢工 所以这个性质就有点变了 你比如说 你要求自由民主 那今天的自由民主呢 到了一般人的手上的时候呢 也万万也变质 只要是我讲 你服从我 就是民主 你讲我不服从你 就是民主 这个民主 你这个理解 就根本就扭曲了 你如果获得自由 但你获得自由的时候 你不能在当你获得自由的时候 剥削了别人的自由啊 你比如说你香港的这些 你到占领中环的这些 都是我的很反对 很反对 你为什么 因为你瘫痪了整个这个商业的中心 你可以不上班 但是别人要上班 别人要养儿活 养儿养女啊 他们要吃饭的 所以你不能就剥剥了别人去工作的自由 你有罢工的自由 但是呢 你不能妨碍这些去上班去工作 他们的自由啊 但是你说你今天搞的这些 所谓的这些什么颜色革命啊 什么海外的民主运动啊这些 你走过了头了 我也不赞成 我也不赞成这个现象 就一定要理解这个民主 所以我最后 我当初的时候我就参加了这个海外的民主运动 我是非常积极啊 海外的民主这一段我们等到后面我们再慢慢讲 今天我们还是回到澳门 您跟我回忆一下 当时候别人就那么一通 那个他都对待你 对吧 然后 您还能描述当上你的感觉吗 那个 我到了我姨母的家呢 本来的像见到的这个梁太太 叫那个成梁 夏天在那个 饶这个山 在那个成梁 他说没有 没有姓梁的 门关了 所以我那时候呢 就觉得就 我这么千辛万苦啊 我爬山爬到两只腿都抽筋了 我还是要钻过了那个 那个炉兜的那个那些 经济 我就跳到南中海去 我是赌赢了 我拿命来赌 我赌赢了 但是你有没有怜悯的心呢 你还说你就是 虔诚的这个天主教徒 你当对着我这样的 你根本你都不可怜 所以我就觉得 哎呀 简直就站在那边 整个人呆了 当年你多大的你 当年多大 当年我2526 20几岁 所以我当时的时候啊 这个失望到非常 我说哎呀该怎么办 后来我只有要求 这个马先生 我说 你可不可以再带我 到我另外一个朋友的地址去 他说好吧 那上车吧 那就到了 因为呢我的邻居呢 这个刘先生 刘先生呢 他自己呢 就是在62年的时候呢 就到澳门去治病 他说自己呢 胃病啊什么东西 申请下去了 申请下去了以后 他老婆跟小孩呢 都留在石崎 就留在中山 就是我的邻居了 就是我是三楼 他们呢住地下 的这个偏房书房那边的 那个刘先生那年呢 就刚好是回去 看他的老婆跟小孩 我就跟他谈了这个事情 他说 好啊你到了那边 你就找我 我的地址很好戏 草堆街 一百号 草堆街 一百号 很好戏的 你找我 那结果呢 就是我要求马先生 把我载到草堆街去 他说好啊 你上车 那就到了 到了草堆街 那一百号 是一个三层楼的房子 下面呢 是一个什么 什么车衣工厂之类的 那我呢 我就想按门铃了 但是我按门铃 一二三 三个门铃 我按哪一个 第一个是工厂 现在恐怕是没有人了 最底下一个我就不按 站在二楼三楼 剩哪一个呢 我就想想 先看看二楼 再上三楼 看看怎么样 我刚想按 马先生就把我 郑先生 当时我不敢把我的真名字告诉马先生 我说我姓郑 郑先生 把我停住 我什么事情 他说 下面是一个衣服厂 做衣服的工厂 你的朋友 是打工仔呢 还是老板呢 我说 哎呀 我不知道 他没有告诉我 他说 假如是老板 没问题 假如他是打工仔的话 他恐怕半夜现在一点多了 你来按门铃 把他的职工全部吵醒了 恐怕明天他这份工也没得做 我想想 是啊 所以我就不敢按门铃了 那时候的确是这样子 他是 我根本我不知道 他已经在六 一六二年呢 申请下去了以后 到了六九年 他已经是一个小拙方的一个老板之一了 他就是睡在那边 没问题 其实呢 他的伙计呢 还是他的内地啊 什么东西的 都是都是很那个亲戚啊 这类的 这按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不知道啊 我就不敢按了 我怕吵醒了别人 或者就影响了他的工作 所以呢 那没办法了 那个那个那个马先生就说 既然是这样子的 那好了 说实在的 我是不能把你带到我家里来 因为我是租了一个板件的房间 就是现在香港人叫的仓房 把他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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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厅啊 或者什么房子呢 把他用木板呢 把他分成三四伙 那这时候呢 大家都已经入睡了嘛 你带个陌生人进来 街坊邻里看到了以后啊 他自己也怕连累自己 他就只有呢 就把我呢 就上了车以后啊 就绕圈子 在澳门那边呢 叫绕圈子 哎 刚好 游到那个一个海上的赌场 一个船上的赌场 就是什么海上皇宫啊 什么东西的 哎 到了那边去的时候 我说不行不行 我肚子痛得不得了 我肚子很痛很痛 我喝海水喝多了 而且呢 吃了两个大苹果 吃了两个大苹果以后呢 这个苹果呢 有这个泻肚子 把那个毒呢 排出来 有这样的作用 我想是因为是 这两个苹果起了作用了 我说我不行了 我要去 这炸变了 不行了 结果呢 他就那个海上皇宫的对面呢 有一个停车场 那些工厂的车啊 旅游的车啊 都晚上呢 都停在这个车场里面去 那我就蹲在那边了 哎呦 拉了 拉了 那个腥臭的味道啊 就是我知道这个苹果 那两个苹果呢 起了很大的作用啊 哎呦 就是这么一个闹肚子闹的 我真是很厉害 完了以后呢 再再 把我载到呢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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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京赌场 对面 就是在南边啊 南边那边 下面是树 树阴啊 那边呢 下面呢 是 有些椅子呢 可以被人 这个休息一下 整凉啊 这样子 那时候 差不多是两点 两点钟的时候呢 他就把车停下来 他说这是普京主店主场 那他说 这个桥呢 正在建 澳门到那个两个岛啊 不要靠得近 一个叫藤仔 下面一个在下面 就是路环 两个小岛呢 要把它 澳门跟藤仔呢 连接起来 一个公路 在打庄 打庄 要准备 建条公路桥 在那边过去 就看着看着呢 我就觉得累 我说哎呀 我可不可以躺在那边 睡一下 他说好好好 你睡吧 你睡吧 我不睡 但是我 我一坐下去 我这个人就累着 就在那边 呼噜呼噜 打打呼噜 就在那边睡了 太累了 整整 两个 两个晚上 两个白天 都在那边呢 提心吊胆了 精神耗费的很大 就是一场下去睡觉 刚睡着 睡了多久 我也不知道 那马先生呢 就拍着我 他说 哎 走走走走 起来 起来 那我就连忙起来了 就坐车上 他就把我讲 他说刚才啊 有两个警察 在巡夜 向着我们这边 走过来了 这不能给他问 一问呢 那就变成了川帮了 也就露线了嘛 他就 啪啪啪的把我呢 就 带 整个澳门呢 这个大街 小巷啊 那个基本上呢 都已经 搞得差不多了 那时候呢 就已经是 差不多是三点钟了 已经了 快要天亮了 他就把我呢 带到他自己的 那个小房间里面去 他把那个长铺呢 就让给我 我躺下来 他自己呢 就坐在那个椅上 趴在那个桌子上呢 就打个盹 我一睡一下 当然了 也是 睡得一塌糊涂了 都不知道什么时间了 那个马先生 又把我拍起来 他就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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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的时候呢 他就把我载到去 那个 还上皇宫赌场啊 在前面一点 有个小小的 这个养茶的 就早上 差不多是五六点钟了 广多人 我们早茶呢 这时候就开市 那就进去呢 就是 他说 肚子饿了 我们吃点东西 那就 那就进去了 进去的时候 他说 我跟你调 调个位置来坐 他说呢 我就 背对着门口 他呢 就面对着门口 要停好车以后 就坐 坐 调个位置 他就 很小声的跟我讲 他说 我的自行车啊 没有上市 就在门口 你会不会习车 我说 会 他说 我现在看到门口 假如有警察 进来的时候 你不要管我 我去应付 你 你踩着自行车 你就走吧 你什么时候 还给我 再还给我 哎呀 我这样是 非常的感动 一个 可以说是怎么样 这个 雾水相逢 完全都 不见识 只是一套 乡 乡下的 大家同乡的话 交谈了几个小时 就这么样的照顾我 你说我不是 玉贵人 还能够用 什么话来表达 结果呢 那次的 那次的 这一顿 这一顿 点心 好吃的 不得了 但是我也不能 亡吞虎咽 因为还有其他的客人 在里面 因为我 表现得 自己很 肚子很饿的 非要把他 他吃到 不行 我只是说 是 我很想再吃 但是就不能再吃 这表现出来 怕别人 也是露出马脚 那这时候 那个马先生 他说 他说 够了没有 我说 够 是不够的 但是呢 我不能再吃了 他就笑一笑 他说好了 我请你 养叉 我说 不不不 我说 多少钱 两块钱 哎呀 我两块钱 我有 我请 我知道我手上 有九块钱嘛 所以我就 请他吃 吃这顿早饭 然后呢 他又 吃完了以后 无惊无险 没有警察进来 但是还有一个呢 就是 可能是游局什么的 穿着一个制服 进来 哎呦 我一看见 我说 我就怀疑是警察 我就 不管 他说 我就想起来了 他说 不用怕 不用怕 这不是 不是 没关系 没关系 这个大残 跑狗啊 那个赌场啊 这些东西 他买了什么 什么东西 其实呢 澳门呢 后来据我所知呢 是公务员呢 是不允许 进赌场的 澳门也有这么一个规定 你做政府的工 你就不能进赌场去玩 我就不知道他怎么就胆子这么大了 大谈这个 这只狗 怎么样 那只狗怎么样 我都莫名其妙啊 这个呢 就 题外话 那个马先生就把我呢 就 载着我呢 载从大街小巷那边呢 就 穿他 跟我看一看 他说 这个是什么区 那个什么区 好了 到了一条小巷 看见一个招牌 那招牌上面呢 写着了 梁昌上门坐墓 我说 可以了 可以了 我说 听听听 刚好那时候呢 就早上就说 这个梁先生呢 本来是一个木匠 他就 跟我妈妈比较认识 因为我妈妈 他呢 就到一个物理老师的 家里房改嘛 物理老师姓陈的 教我们物理 也是从小呢 看着我大的了 他的老婆呢 是云南人 讲的广东话也不正 所以呢 我妈妈呢 就长期呢 在北方长大嘛 所以就跟他的老婆呢 是很谈得来 大家都算是什么外産人 对广东的东西也不是很熟悉 所以呢 就变成很熟 后来房改了以后呢 这个梁先生 这个木匠的一家呢 就住进了 我们这个陈老师家的 客厅 画了一个大的房间 给他们一家 所以我妈妈很多时候到呢 陈先生跟陈老师 他的太太两个呢 就是在聊天啊 什么东西 就跟这个梁师傅呢 就熟 那我也见过 但是呢 这个 我是那个小孩嘛 我就跟这个陈老师的小孩呢 一起玩的时候呢 就比较比较 玩得比较熟 我也厌识梁先生 那个梁师傅 梁师傅 对我就没有什么印象 他刚好呢 梁师傅呢 出来呢 就到那个 弄腾 这个 门口里面 刷牙 洗 洗脸啊 刷牙这样子 那我就上去问 我说 请问是不是梁师傅啊 他说 哎呀 怎么样 我就是了 那就我跟他讲 我讲出我妈妈的名字出来 我说 我是 郑少言的儿子 我姓汪 我叫汪 我刚刚从上面来 因为呢 梁师傅一家呢 也是在那个 六四年 六三六四年啊 那时候呢 全家呢 坐船 偷渡 到澳门去的 所以呢 就 他也知道 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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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艰难 他就马上呢 就叫我 哦 这样子吗 他记起了我妈妈 我是 跟我妈妈讲 我说 我是他的儿子 他就 哎 进来 进来 马上把我招呼进来了 进来 坐在里面以后呢 他就出来 跟这个 马先生呢 就 讲了 一些话 当然我在里面 我就听不到 他讲 讲什么东西了 但是呢 后来呢 我才知道 原来这个梁师傅呢 就问马先生 你要多少钱 但马先生说 我们大家都是相邸 他呢 他呢 这么个遭遇 我也很同情 不要说是多少钱啦 他记住我有这么一个朋友 就可以了 那然后呢 就 就梁师傅就问他 那么 平常一个晚上 可以做 做多少生意 他说 大约有十块钱左右吧 那是 梁师傅呢 就带我给了十块钱 给马先生 那马先生呢 就离开了 离开了以后 这个梁师傅呢 才进来呢 跟我聊了聊 谈了谈 这梁师傅呢 就没问题 问题呢 是这梁师傅的老婆呢 就不高兴 因为他们一家 也是偷渡 到岸门去的 现在呢 收留了一个 偷渡的人在那边 他就有点害怕 有点害怕呢 这刚好呢 他那个房子呢 也是有一个 板线的一个房子呢 空下来 要出租的 他要出租给别人的 但是呢 一下子呢 就还是没有人住 他就把我呢 就锁在里面 锁在里面呢 他就一直呢 就问我 他说 你现在有什么打算 我说 你可不可以 找到阿雄 阿雄呢 就是陈老师的大儿子 他们呢 也是呢 这个申请了 到澳门去读书的 这个跟我从小呢 就玩在一起的 他说 哦 我知道 我知道 他然后呢 他就击里啪啦地 踩着自行车呢 去找阿雄 阿雄的叔叔 因为阿雄呢 到了澳门以后 就住在他叔叔那边去 谁知道呢 阿雄呢 就不知跟他的 这个亲戚怎么样呢 就闹了矛盾呢 就搬出去 搬出去以后呢 他就老打听 打听这个阿雄在什么地方 因为他也希望我尽早地 交给了阿雄 他就只能就免得 他老婆在那边害怕 安心 所以呢 结果他就找来找去 结果呢 找在黑沙环那边 其实黑沙环那边 就有个叫做彩池工厂 彩池呢就是那个烧好的瓷器 他要运到欧洲去 一个普通的防骨啊 这类的陶瓷的瓷器啊 你这个师傅呢 就已经把这个图案呢 都描好了 就黑白的描的线在里边 你们这些呢 就按在他给你的这个模样呢 这个是填红的 那个是填蓝的 那个是填绿的 你就照着这个颜色 把它填上去 这个是彩池工厂 结果呢 就在这个彩池工厂 里边呢 找到了我的玩伴呢 叫阿熊啊 找到了 阿熊呢一听见呢 他就马上骑着自行车 向老板呢 请了一个小时的假 那叫噼里啪啦的踩着车呢 就到了那个梁师傅的家 然后呢 他就跟我讲 他说我呢 只是请了一个小时的假 那时候在香港澳门的打工啊 一个月30天呢 是没有假期的 没有假期的 你30天你就要做30天 31天你就做31天 这些彩池的工人呢 要按键计算 你做了多少键 多少键 一键是多少钱 然后呢 大约是出来呢 就是两个礼拜啊 什么样的就就出一次 发一次工资是这样子的 那到后来呢 就是我就做了一个礼拜左右呢 我就不做了 不做了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呢 就是他介绍了一个这个工作给您 是吧 对对啊 熊呢就在里面呢做会计 做会计 所以说老板呢就很信任他 钱都是他管的了 所以变成呢 打宝报介绍进去呢 就做临时的工 但是后来呢 做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左右吧 我就跟熊阿熊讲 我说不行了 我就不能做下去了 我说为什么啊 这样子啊 我说我 澳门我只是一个临时落脚的地方 我目的还要找到香港 他说澳门跟香港没有什么区别啦 那边的人情呢 比不上澳门呢 但是我还是害怕 澳门太近了吧 一下子就过来就过来了 所以后来呢 他就他说 那好吧 你看你怎么样 我说我现在我急着 就说你现在在中东打仗 船过不去 你过不去的时候 那个老板呢就收不了钱 收不了钱的这个工资就要压后 我这是 我这是只有这么 剩下几块钱在手上 我不可能啊 这个饭是有得吃 睡觉我可以临时到那个 阿熊的一个朋友在那 替他的爸爸在卖新住的一个楼房 他在卖房子的那个办事处呢 就有一阁楼 我全可以睡在阁楼的上面去 但是我没钱不行啊 所以呢就是 结果呢 我就大约是十天左右以后呢 我就也有害怕的地方 害怕怎么怎么害怕呢 就是大约是十天八天左右 下午呢 大约是三点半啊 三点四十分左右啊 就是香港澳门的工厂啊 这些呢都有一个叫下午茶 就可以呢喝杯茶 喝个咖啡 吃点点心 然后呢就有十五分钟的时间给你 完了以后再来再来做做工 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刚好说是三点三了 要喝咖啡的时候 突然就听见了 啪啪 你们枪声响 枪声响了以后 这些工人呢 趁着这个机会啊 小孩啊 同工啊 这些有不少啊 哔哩啪啦的穿着拖鞋呢 就跑去看 我也跟着跑去看 看到哎呦 离关闸大概是一百几十公尺 我就看不到那个尸体了 只能看见那个路上啊 马路那个关闸大马路那边 有一条血印 有一条血印 有后来呢 才听这些人呢 在讲 就原来这个人呢 也是偷渡的 他呢就大白天 可能被狼狗什么东西 没赶出来了 他的啪啪啪啪 就从关闸那边呢 大白天就跑过来 他人已经到了澳门这边了 一百几十公尺了 但是解放军还是从那边 昏雷破散的 看着这个场面 哎 我说好了 我就真要离开了 离开了 这样子搞法 不对 结果呢 就在那个工厂的那个 隔壁的一个草地呢 有个房间是那个铁皮 铁皮盖的一个厂房 那边呢 那边呢 有一个呢 台山 台山人 也是年轻人啊 也偷渡到澳门去 他做什么工呢 他的做那个 那个香 就是那个拜神拜佛 那个香 这个 这个拜神拜佛 那个烧那个香啊 那个工厂 我就跟他去学 跟他去学呢 就是也有两顿饭吃 但是呢 这个睡呢 还是睡在那个 小阁楼里面去 哎呀 我做了三天 我说不行了 为什么 一开工 上面的抽风 抽风那个扇呢 就啪啪啪 就这么抽风了 里面就是夏天嘛 很多 哇 那个做香的那个粉呢 那个浇水啊 浇粉啊 还有那个香的 那个原料啊 那个要把他那个 沾的那个浇水 然后呢 就用那个浇水呢 一把一把的那个 这个猪餐呢 把那个香啊 那个什么 全部呢 就是把它 沾上了那个 那个香料啊 这些东西 然后呢 就就把它呢 就摊开来 他因为浇水嘛 你这沾的可能 可能有可能是两个 两个会粘起来嘛 要把它分开来 分开来以后呢 就把它晒干 哎呦 一天下来 你这晚上啊 要去吃饭的时候啊 那个他吐出来的蚕呢 是粉红色的 你说你说你这里面的这个这个卫生状况是怎么样 那个沉呢 沉土啊 太厉害了 这个头也是黏黏糊糊的 也是粉红色的 脸呢 你是又黑又白又红又黄的 那个吐铲出来呢还是粉红色的 哎呀好 搞不定了 你吃不了苦 吃不了的这个苦事 根本不能呼吸 根本不能呼吸了 本质上你还是娇嫩 还是一个文人的品 对对对对 如果您也不看书 比如说您也不看书不思考 有这么一个吃饭的地方您就不错了 哎您还挑剔 您说是不是 但是实在是受不了 别人你怎么受得了 别人是受得了 只有这个师傅跟我两个人嘛 他是做了做了好几年了 这个他也习惯了 他也没有什么文化 是农村的一个一个一个小伙子 踢踢踢踢踢的被他跑过去了 他只要做这个工作 所以阿雄的跟我讲 他说这个人呢 就说这个那个那个 那明天什么事情他都不会想 他是农民的子弟 所以叫他按牛按牛 就是那个牛脾气 但是就这样子 好了当天晚上的阿雄呢 下班了以后 替我买了两套内衣裤 牙刷牙膏毛巾这些买好了以后 就把我从那个梁师傅的那个房间里面 接到他住的那个房子里面去 他住的那个房子呢 是同学到移民了 到了美国了以后 那个房子呢就交给了 他去看 然后呢下面的交给租给别人 两母女 然后阿雄呢就住在楼上 我就跟他住在楼上了 那个结果呢就是 我也很害怕 因为呢这个房子隔壁呢 就是澳门的豪江学 豪江幼儿院 还是在豪江小学呢 一个操场在那边 挂这个五星红旗 我也害怕了 就跟着那么近 就是一个墙壁的 靠着窗子 可以看见那边的学生在那边活动了 所以呢就变成就是熊呢 就看见了 他就我整天一个 大男人在那边呢 就整天在那边也不好啊 对不对 你担心了 结果呢我就托朋友呢 就找 结果呢就是 做了几天 十天八天的在采石场 也做了三天的 那个做乡的一个小工 然后呢就是 有个同学的 他的同学的同学了 反正就是介绍他 他在澳门是这个 他在药材店里面呢 抓药材啊 把卖啊 这样子的 他是这样子的 他就替我找了一个工作 就在 在一家叫做三元舟店 三元舟店 卖那个舟啊 这个广东人的舟啊 跟那北方人的稀饭的不同啊 你稀饭的身边 面糊糊啊 或者是什么东西的啊 这个广东人呢 这个是什么 还有猪肉粥啊 猪肉丸啊 牛肉丸啊 牛炸粥啊 或者是猪炸粥啊 还有什么极壁粥啊 井仔粥啊 这个很多的 一片粥 这个 一插足足的 多得不得了 那个 喝粥呢 是广东人的一个 早上的吃早饭 或者是晚上呢 吃宵夜的时候啊 都会 都会喜欢呢 吃粥的啊 在这个粥店里面呢 一个跑堂 做跑堂 这包吃 包住 另外呢 还有120块的工钱 每一天的晚上呢 还有两毛钱呢 给你宵夜 哎呦 我求自不得啊 有吃有住 还有工钱 晚上还有烧夜 哎呦 那 发不得 马上就去做啊 所以呢 也在那个 三云呢 卖粥的粥店呢 他也是中山人 跟那个老板啊 老板娘啊 他们都讲中山话 所以呢 在那边呢 也是 也做了 做了 差不多两个月左右吧 做了两个月 然后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面就积极向香港那边或者呢从我葡萄牙我我我我那个姨姆那边呢去问能不能够借钱叫驱蛇到香港去啊其实就是偷渡那港澳人就是驱蛇就做船呢就是 就是交给蛇头 他帮助你偷渡啊 交给蛇头啊 交给蛇头是这样子那就就就千方百计问他们呢就借钱啊 那等了钱啊到手了以后呢就通知啊啊就是大约是九大约九月份左右啊我记得应该是九月差不多九月底了啊因为呢当时我上山砍柴啊啊落水那个母鱼啊抓鱼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个啊也是六一六二年的就申请到到澳门去啊 啊但是呢他到了澳门里面就没有什么文化的做什么东西呢就是做这些偷渡公司的这个马仔 这个马仔呢在工作呢就是他派从澳门香港的派他进去珠三角这边呢就找客户所以呢我说这个你偷渡的这钱呢上下非常大 啊有的是几百块有的是一万几千块你都要啊都可以因为我直接就认识了这个叫林飞啊 这个这个这个人当然死了就说的名字也无所谓了这林飞我叫做飞哥飞哥他就带着我呢去怎么样去抹鱼啊因为他派他上去的时候他失手了他失手了被公关局抓了抓了就老板了两三年了放出来他也没工作就捉鱼捉虾我就跟他去学捉鱼捉虾啊 他教会我那就是两块钱人民币他就教会我工具呢我自己去去张罗他就带着我去张罗这个工具有什么东西也就是做鱼网啊什么去去捞鱼又这样子所以呢我认识他的时候呢就变成了这个虽然他已经洗手不干了不做了他怕了嘛 你就劳改几年了你不怕怕了但是他还是厌持这些人的嘛啊所以呢就就就就就就很便宜了这个这个价钱就很便宜了啊其他人就不是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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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钱但是我说300块300块但是你像马思聪这样子的那么全家大小的还是在广州的这个这个这个造船厂里面呃那么一家人去去保住就在这 这就是天文数字了他们他们的超度的天文数字跟谁借的呢跟谁借的呢啊谁谁借的钱在哪里来的我就问我这个呃香港的一个呃一个叫中在我们中学教我们俄文的一个老师啊他姓许的他姓许的这很讲的高高大大很帅的他说这就是 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专业毕业了毕业了毕业了以后呢就是派他来广东他来了广东以后呢就问他你看你有哪个学校是缺少了俄文老师俄语老师而且他他自己呢就很期望能够到深圳啊或者是东莞啊就是他自己也想走嘛他自己也想走 就是后来呢他说那边没有了没有了那个中山中山那边还有一个必要一个俄语的专业出来的老师啊所以呢他就啊结果就到了中山就教我们俄语了教我们俄语因为呢我呢广东话可以那普通话也可以跟他交流啊流通啊这个我妈妈也常常带着他呢去买东西这样的他这个人呢就是 年轻了就是二十来岁啊就是大学毕业了大学毕业就派到了第一份工作的派到我他就跟我讲他说我是为什么千方百计要来中山我就这样走啊他不会游泳嘛他就不会游泳的结果上海外国语学院不过他人是哪里人人是合肥人OK合肥人啊他家呢就住在南京他爸爸妈妈就住在南京 嗯啊但是在考了这外国语学院呢就到上海去念书啊也学着这个上海话什么东西的这个南京话当然了没有什么很大很大的区别了这个南京来的人跟他普通话就交流了就很流利的这个变成就是啊 那后来呢为什么问他可以借到钱呢就是他成功的后来跑到了香港他呢就是他因为他的姐夫是香港现在还有的这个恒隆公司的啊副董事长 嗯因为他的恒隆公司的两兄弟的他姐夫的两兄弟他姐夫的两兄弟的他的姐夫是弟弟然后他的他的姐夫还有哥哥是董事长他是呢就副董事长呃他呢就是变成这是内地嘛在他已经是做了这个公司的石油器部的总管啊总管啊而且呢他也是学俄语的到了香港以后啊 没有用他是他是什么一种方式偷偷到香港去的他是申请出去的OK好装神经病在我们学校教书教到后来的时候呢在装神经病装神经病的时候呢就把他送回南京去他送回南京去的时候到了武汉要转车的时候啊他偷偷的又又又又又溜走了 他他溜走了又学校有一个校医嘛校医陪着他送他回去他溜走了以后下的这个这个因为呢他的他的他装病呢他不可能告诉他爸爸妈妈他到了上到了武汉的时候呢就就突然就说就失踪了失踪了什么他跑到邮局去打电报偷偷的打电报给他爸爸妈妈他说我五日就马上要回来了 见到我见到我你不要怕就这大约是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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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形式的形式的时候呢他就结果呢他到了他家就就就就装就是神经病装着他装得很他看了几本书装很像他说说哎呀怎么吐血了什么东西其实呢他说我把自己的舌头呢咬自己的舌头咬到流血了 那以后在那个谈价里面吐出来学生的看见他就吐血了 他就结果就就就就就就装个很像的意思结果他爸爸妈妈呢就因为女婿呢是香港的大日本家嘛 通过这一方面的关系呢就他爸爸妈妈呢就从南京那边呢批准出来了批准出来了以后他爸爸妈妈呢就拿着他自己的批准证呢就带着他 他就是我的俄语老师啊就他们的儿子到那到那个公安局那个出入警呢那边批准的那边说他说我们两夫妻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儿子在这边你看神经病你批准了我们两个出去变成他自己一个怎么样谋生爸爸就是他只有死在家里的这样子啊 这结果呢就说动了这个公安局呢就在那些批准人的这些名单里面呢就抽一张出来化掉改成许某某这样的名字结果呢他呢就就就到了就申请到香港申请到香港的时候呢 他爸爸妈妈呢就是因为当时呢就是可能是他的他的女婿是大资本家的担保什么什么东西的这个人他爸爸妈妈两个呢就批准了进入香港 他呢就不批准他说因为这个介绍里面是没有你的名字 没有你的名字啊没有你的名字而且呢你不会讲广东话因为当时呢慈禧太后叫那个李洪章来了把香港九龙割让给英国的时候呢是从广东这边割出去的 所以后来呢就批准到香港澳门去的时候呢香港政府就一定要有广东人 但是他都不会讲广东话所以他就不批准了不让他过去 那么过去就回到回到广州回到广州以后呢就写信了通知我 他说呢他说呢就现在呢是批准是批准出准了但是直接是香港是不行 只有呢等待呢到澳门 然后澳门他说我澳门也没有人呢 我说我女母在澳门呢 啊他很好记啊车这个电话什么东西的 我就给了他我说你到那边去了以后 你就找我女母 那这边呢我就托一个妈妈的同事 他们退休了以后到澳门去了 退休的一个同事呢就通知了我的姨妈 她说有这么一个人 那结果呢这个徐老师到了澳门以后呢 就是我姨妈去照顾她 照顾她呢照顾了几天以后呢 我姨妈就跟她的姐夫呢就联系上了 然后她姐夫呢就从香港呢就到澳门呢 然后我就把她接过去 细节呢她都忘记了 她都忘记了 这不像我记得 这个这个眼睛低的很清清楚楚的记在那边 她后来呢就我八年以后我偷渡到了澳门 然后呢我又问她能不能帮我借点钱 她就答应了 她答应了以后呢 但是她就其实呢就我姨母呢也知道了 她说花了多少钱 我说给你 这样子我寄回给你 我还有一个亲戚呢 一个舒堂的叫表姐 她是也是老姑婆啊 单身了 没小孩没有什么东西了 就是她自己单身嘛 有义伴 她结果呢她也答应 她没见过面的这个表弟 她也可以负责一部分 结果呢是三个人呢 就把钱呢就存起来 就可以来数字 那结果呢就是这个 这个偷渡这个钱呢 也是因为呢 这谁到了澳门里找谁呢 也是这个林飞 这个到那个马仔上去 失守了 抓到去劳改了 这个林飞我就 劳虾 捕虾的时候 认识这个林飞 他是这条线的人嘛 他说很简单啊 你到到什么地方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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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 有一个西医 就是姓简的 就叫简竹修 竹树的竹 修理的修 姓简的 你找这个挂着牌那边 很好认的 他就知道了 结果就找 就我到澳门以后 存钱一够 我就找这个姓简的 那姓简的呢 他就马上呢 就打一个电话 就也根本就不用暗语了 都直接就讲了 有一个生意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这个人 什么时候可以开船啊 那边的回答 现在呢 秋天啊 这个秋天到了 这个 风大浪大 没有人愿意做了 那我就只有的 继续就在这个 山营粥店里面呢 就做跑堂了 做了跑堂以后呢 就是 有一天呢 这个 简医生呢 就过来吃粥 过来吃粥 见到我 大家点点头 然后大家都坐在 最里面的这个 这个桌子里面 一个人坐在那边 吃粥 然后我就去招呼他了 就拿了 什么东西啊 水啊 毛巾啊 什么东西的 就给他 他小声的跟我讲 他说 就是这几天 要开船了 你可以问老板呢 持工了 你明天到我诊所来 好了 到了第二天 要诊所的时候 就见到这个舌头了 那个舌头就吩咐我 要什么 要打扮上 什么样的样子的人 要穿什么衣服 不能戴眼镜 假如真的 要有人查传的时候 你问他 他会问你 你说打工的 两百块一个月 什么什么的东西 就讲好了以后 然后我说 钱是怎么样付 他说 钱 当时这个渔民呢 就会带你 到你的干哥哥 我就说 这个徐老师 是我干哥哥 让你干哥哥 那边去 所以你就 说是人到了 你就不要给钱 不要把现金 交给这个渔民 这个渔民 两夫妻 一个儿子 三个人 一条船 我一上船 后来他上船的时候 船大的不得了 要一个小小的楼梯 才爬上去的 原来他们这条船 比一层香港的楼房 还要贵 那时候香港的楼房 才是十万八万一层楼 他那个船的三十 这个简直是渔船 大的机繁船 850块 他说你到了以后 他带你到那个家的 你就给他20块钱的 现金 其他的850块 你要把支票 寄到某一个地去 我吓了一跳 我说人到了以后 你也不可以不收钱 你就这么相信 我把钱寄到某个地方去 就可以了 我说你怎么做这一个 做这一个公司 这是可以说 真的胆大包天了 他不怕你保 他不怕你保 我就真的加了一跳 后来这个价钱就马上就通知了香港那边 也有一个老头 后来我和徐老师告诉我 他就有一个老头去找他 他呢 徐老师就说 人到马上付钱 他就所以就给了一封信给我 他说有人来查了 这个850块已经有了 没问题 随时到 我随时等你 你就到香港英皇道什么什么地方 其实是一个石油器的一个门事部 楼上呢 这个阁楼呢 是仓库 那结果呢 就是那一天的上传了以后 就是大约是 九点钟左右 九点钟左右 上传的事情之后的事情 我们下一集才能讲 那么我们现在澳门的 已经讲了一个小时 但是我刚才还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您再开始讲是300块钱 到了后来是850块钱 类似从从大陆到澳门300块 坐船 这什么船 不知道 但是从澳门 到香港 是85 850块 OK 我了解 那我现在里面涉及到很多的人物啊 首先阿雄 现在住在澳门吗 阿雄 上个月刚过生 肺癌 哎呀 很遗憾啊 如果他又能够看到我们这个节目的话 对对 你这都高兴了 他熊的弟弟申请来美国的时候 就是我替他找单本人 你说我走了以后熊的弟弟要跟着又又走了 OK 那么徐老师呢 徐老师呢 后来到了英国 大约是到了英国以后 大约在20年前吧 死了 因为医院判证判错了 在英国去世 梁先生呢 梁先生在这个 应该还在澳门吧 后来我也把钱还给他了 后来也到马先生那边 也给了点钱给他 去吃 吃点东西 看病什么东西的 然后我每次过澳门那天玩 那时候有时候电视台要到那边拍外景啊 有空的时候我也找他啊 去带我去聊聊天啊 喝喝咖啡啊 这样子啊 有时候也给点钱给他了 那种也算了他工钱了 这样我这个方案里工作的时间啊 我这样工钱了也算给他这价值啊 到了我来到美国 来美国以前我也去 最后也见过这个马先生 跟他谈我要到美国去了 是这样子 他还在骑自营车吗 还在骑这个三轮车吗 后来是三轮车了 改成三轮车了 那我后来过来一两年再过去的 他登三轮车 但是三轮车我贵 这是真正你的一个贵人啊 哎贵人真正遇贵人真是哎 是哎我跟他找照片 找到什么地方去 搬来搬去都不是 见着他的照片 我跟他在澳门里照着拍了照片 如果以后你到了香港 那么然后或者是到了美国 你还有好几次去了澳门 对吧 到了香港 香港要去澳门的时候的比较多 去过几次 好几次 我到到美国以后到澳门就只有一次 就04年的只有去过一次 但是澳门这个地方还是 对于您人生来讲 不是一个简单的落脚点啊 是一个人生的很重要的一个落脚点 对对对对 就很谢谢了真是我不会忘记 照顾过我人的这些贵人 我这辈子不会忘记 很能够感应到您这份爱心 但是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开始是讲一个坏人 我们还讨论了 人为什么这么坏 但是我们节目的 这个阶段 在这一节的节目结束的时候 我们是整个过程中间我后来都感受 你们的老乡 你们当你的这个老师 你的亲人 这个历程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 有时候就有很多坏人 但是有时候 好人也是很多 哪怕是在这个生命的过程中间 他只帮了你一下子 或者只帮助了你一个 几个小时 或者是几天时间 其实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帮助 你可能的命运就不太一样 是不是 下一节假如有时间的话我会想到我现在的太太 她是怎么样 帮我妈妈 一直到我妈妈去世 这些故事啊因为您的故事太多了 每一次我们原来计划的内容其实都没有讲到 总是我们在 我尽可能的 尽可能的让您把细节回忆起来 因为已经很难找到一个人 还有点文化 对吧 你说您在那个地方什么采瓷场啊 什么乡口公司啊 要别的人可能就留在那个地方了 当你入个年以后在他找他的时候 他要么就忘记了 要么就忘记了 要么就是他讲不清楚 我曾经做过很多这种采访活动 那我最担心的一点就是 很多人他不仅是忘记了 更重要的是他讲不清楚 讲不清楚 所以您的记忆如此的惊人 有一个 有一个事情我认为是很关键的 您使正对一批帮助你的人 称谋到感激 而这种感激 一辈子的难以忘记 使你能够让这些 这个细节如此的清晰 所以您的爱情让我体会到了 也让我学习到了 非常感谢汪伦先生 这一集跟我们又讲了这么长 下一集我们再来讲 看看我们讲的故事 也许他的爱情故事 我们也会表现出来 也许他的船上的故事 我们也能够表现出来 那么不管怎么样 我们的故事还会很长 谢谢汪伦先生 谢谢我们的这个编导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下期见会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明